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是周二啦 Today is week 34, day 2 好,那我们今天要阅读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Come on, let's go shopping 多大的一个商场,大家看到没有 非常的大,我们肯定能找着自己享有的商店和商品啦 看一下走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商店呢 This shop is for women, right 看一下,都是女士的衣服,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给女士们衣服的地方哦 看一下,wow,what a nice scarf 已经在试了 你们觉得她会喜欢这条围巾吗 Do you like that scarf? Yes, I do Yes,表示什么呀,肯定,对不对 Do you like that scarf? Yes, I do 那在往前走去到了什么呀 男士的商店有很多好多酷酷的西装,对不对 This shop is for men 看一下,他们会买什么呢 Oh,he makes a nice belt 这些就是了,对不对呀 小朋友们猜着,他会挑一样什么样的衣袋呢 Do you like that belt? Yes, I do 看来要把他手上的这一条拿回家啦,买回家啦 在往前看 Oh,this shop is for children 看一下,小朋友的衣服,帽子,围巾,对不对呀 嗯,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的小朋友需要买的是什么呢 Oh,oh no,she lost a glove 你看她的手套,只有一只啦 那她要买新的了,对不对 So,now she has new gloves Pink,colorful,非常好看的 一副新手套啦,太开心啦 So,shopping is so much fun 嗯,小朋友们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购物的时候好玩吗 可以像我们今天的,after reading 一些,我们的核心单词是什么呀 好,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单词 其实都是衣服上的一些配饰,对不对 Scarf,Sk,R 这里卷舌要读出来啊,R字们卷舌 好,F,Scarf,Scarf Next one,belt 这个词注意,中间这个L的译一定要发出来 如果是bet,那就不对了啊,是belt What a nice belt Do you like that belt? Yes,I do 对了 And Glove Glo- V,这个单词V这么的音要读出来啊 V,有下唇 Glove 那一双手套是什么呀 Gloves S表都掉了啊 看一下今天的after reading Sinenses Do you like that scarf? Yes,I do 回到这个问题啊 What did the girl lose? 这个小女孩她是什么弄丢了呀 好,那我们今天的汇文院读就到这里啦 明天再见吧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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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